你不要挑臭吹 待會你可以把我逼掉 逼~~ 哈囉 大家好 今天的視頻 依舊是我的護膚打卡 然後呢 這是我第二個 使用美容液的打卡 然後我現在是截完面妝臉上 什麼都沒有塗的狀態 給大家拉近距離看一下 不要講話 所以給大家近距離看一下我最近的 我的皮膚狀態 後面是我在擦身體乳的姐姐 然後這次依舊是要講這個 一顆美的嫩膚仪 然後呢 我先講一下我第一次使用之後 第二天起來的感受 當時即使使用完之後 我沒有感覺到特別大明顯的效果 然後呢 第二天 你不要把蚊帳放下來 我要錄視頻 好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很煩欸 沒事 挺汪汪的 對啊 反正有很新的感覺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集中於我 哈哈哈哈 就 第一 剛使用完的時候沒有特別明顯的感覺 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之後 整體的膚色是有均勻的 然後痘印也有淡化 但是我人中這位 就可能是比較敏感的原因 所以它是有點熱熱燙燙的感覺 不是說刺痛或什麼 就是有點熱熱的感覺 大家應該知道 然後皮膚也會比平時出油量少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的時候 有這個問題的話是正常的 然後我現在依舊用這個 儀器打卡 我這次使用的依舊是一檔 我還是沒有到達可以用二檔的勇氣 就 其實我覺得最不痛的地方 是打下巴和打鼻子 我其他地方都已經打完了 我有時候會隨機選一個檔 來打一下我的鼻子 這邊 但我鼻頭的毛孔是最嚴重的 它剛開始打有點泛紅 但我皮膚還好 一般整體打完之後 其他地方的紅也消退的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儀器 我建議大家每次使用完之後呢 要給它用 酒精棉片來進去擦拭一下 因為這裡會沾到你的皮膚油脂或什麼的 還要用那種小棉簽 先清理一下它這裡 因為它是有點凹陷進去的 所以容易躲些油脂粒或些髒東西 所以要記得按時處理來清潔它 然後現在我是使用完嫩膚仪之後了 使用完嫩膚仪之後呢 皮膚會比較乾燥泛紅和比較敏感 所以這種時候我會敷面膜 但是我使用嫩膚仪的仪器是一周四次 就等於隔一天用一次 這樣子的話我就不會每次都敷面膜 因為這樣子敷太多面膜的話 容易讓皮膚過度的水和 在不敷面膜的時候我會加強皮膚的維穩 補水和保濕 然後我最近在用的是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是古宇的仙人掌的水乳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品牌是在幾個月前的拜託的盒子 第一次收到了古宇的產品 試用過之後覺得這個牌子還不錯 然後陸續續回購了挺多東西的 然後呢其中我還回購過他們的安平 然後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給朋友化妝的那個視頻的話 應該也看過我有用過他們家的安平 然後這款水乳主打的是天然保濕補水 所以很適合乾燥皮膚和敏感泛紅的皮膚來使用 然後它的保濕能力我覺得非常的強 補水能力也非常強 但是它是比較清爽的質地 所以不會有 所以在夏天使用也沒有特別大的負擔感 然後這款水的話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那種 有流動性的 但是它不是類似 它不是類似於普通的水和乳那樣子 它是有一點像果凍遮麗那種感覺 然後塗開就化成水就軟軟的感覺 然後這一套水乳它都非常好吸收 非常的清爽 給大家看一下乳 乳也是這種偏水質地的 所以在夏天使用也不會太過負擔 然後也不會太過黏膩 然後這一套水乳都是有一股柑橘甜橘的味道 就類似美年達的橙子味 因為用完儀器之後皮膚會比較乾燥和敏感還有泛紅 所以我建議大家和我一樣 選擇這種成分簡單 但是高效的補水產品來進行保濕補水 來進行後續的護膚 然後這款水乳的味道 真的很有那種美年達的感覺 但這款水乳是靈香精靈反虎劑的 神絕敏敏感皮膚也適用 然後我建議大家使用完美容儀器之後 挑選的護膚品都選擇這種成分 比較簡單安全的護膚品來進行後續的護膚 比如你們後續如果要貼面膜的話 也是盡量選擇醫美面膜 或者成分比較簡單的補水面膜 來進行後續的修復補水保濕和護膚 因為剛做完臉的皮膚都會比較脆弱乾燥 然後這個水乳也很平價 然後一套的話好像這樣一百出頭 所以對學生長也是非常的友好 性價比也是非常的高的 然後現在再使用的是它的水 這個乳液和水的話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用掉挺多的 但是我覺得它挺難用 因為它都是那種表水的質地 所以一般我全臉的乳液的話一泵左右就夠了 因為它的延展力比較好 而且夏天的話雖然要補水保濕 但是也不要塗得太過厚重 不然容易給皮膚感覺太大的負擔 然後塗不完水乳之後呢 我不會再後續使用面霜 然後因為這樣子對我來說太厚重了 現在是夏天 而且我是一個豆皮混合豆皮 如果再使用霜的話就可能會讓我悶豆 悶閉口什麼的 然後大家後續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 塗一下眼霜 塗一下潤唇整體的護膚就結束了 然後用完儀器做完臉之後呢 後續要記得一定要注意防曬防止曬傷 因為剛做完臉都是比較脆弱乾燥的 所以防曬一定要做好 我也陸陸續續使用了幾次這個儀器 在使用前後我都有拍對比照片 之後我會做一個視頻合集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用這個儀器之後的皮膚變化 會整理一下我的使用感 還有各種皮膚對比也給大家講一下 然後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觀看